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剧中的徐妙云 由徐律盼演员宁静饰演 作为剧中的女主 徐妙云一出场便顶着主角的光环 当还是黄孙的朱允文 在冰武场一看到图着死门巴逼粉 画着粗重一字眉的踏实 不由的一阵惊叹 姨娘真的好有气质啊 徐妙云演示着自己内心的得意 傲娇的说了句 还好吧 轻轻松松的散发自己的魅力 让朱允文对他一见倾心 网友们痛心的忍不住吐槽 萌米真的不考虑去看一下眼科吗 然而 徐妙云根本不屑于朱允文的彩虹屁 他早已经心有所属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的亲姐夫 朱允文的亲叔叔朱棣 原来美丽的徐妙云也有任他苦恼的事 才爱上了自己的姐夫 黄四子朱棣 尽管朱棣早已人到周年 最小的一个孩子都已经17岁了 二人分别之时 朱棣抱着怀中的徐妙云痛心的说 我既然娶了你姐姐 就不该爱上你 小姨子和姐夫背着姐姐谈恋爱 这样的剧情可还行 编剧你出来 而试图抓住爱情的徐妙云 丝毫没有顾忌到自己的亲姐姐 靠在姐夫朱棣怀里的她 楚楚可怜的说着 我不想叫你姐夫 并且开始逼婚 要姐夫娶进门 朱棣叶允诺总有一天 会风风光光的徐小姨子薛妙云进门 就当徐妙云满心欢喜的在家里等着仙少人来娶她的时候 一道圣史宣派即刻进宫和太子承接 为病重的太子冲喜 徐妙云就算有一百个不愿意 也难抗圣旨 于是 徐妙云就这样进了宫 成了太子的妃子 也就是朱允文的后母 徐妙云刚一进门 太子便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因为不愿意耽悟徐妙云 云 迟迟不肯接盖头 好在剧中机智的朱允章早有准备 让孙儿朱允文带妇娶妻 替太子揭开盖头 然而就在盖头刚揭开 太子刚看到徐妙云之时 或许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便一口老血喷出 就这么过去了这是什么魔鬼剧情 在此不得不佩服我们大天朝天剧门的脑洞 雷人机能简直爆表 看到这里 想必小伙伴吗 已经脑补出接下来的剧情了 没错 就是《新婚之夜》救手了广的徐妙云 在今后里一直周旋在朱允文和朱迪两叔侄之间这样的狗血剧情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吕伟良五十九岁 宁静也有四十三岁了 两个年龄加起来已经过百的演员 饰演一对苦命约娘 这是什么感人的中老年爱情故事啊 而在宁静和相差十五岁的张瑞之间 更是get不到什么CP感了 当然 一部雷剧的诞生 绝对不能只甩锅到编军和演员头上 浮化到了也脱不了干系 先说这劣质的服装质感 浓浓的九十年代影楼风 堂堂朱远章怎么能穿的 像是打酱油一般 满目刺眼的明黄 浓重的色调 让人看了 直呼眼睛不适 徐妙云头上塑料一质感的头饰 还有颜色不一的假发 也让小编很难不联想到 他们来自于一屋小商品另外空气流还是认真的吗 这在草皮还有一毛钱的特效 让人不得不感慨剧组的节俭 网友们都在喊话剧组能不能走点心 虽说英雄爵是几年前拍摄的剧 但这却不应该是这部剧制作粗略的理由 不说比不过近两年来播出的其他古装剧 甚至被造于英雄爵两年拍摄的花仙谷轻松掉大 在网友们都调侃宁静在剧中的造型 可以媲美刘小青饰演的傻丫头之时 不少网友都心痛的表示 宁静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会接如此凌人的剧 可见选好剧版对于一个演员而言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能够在电视剧动折头自善意的当下 看到这样一部神作 也算是一股清流之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